朋友们,任何视频的主角现在都能换成你指定的角色了 今天推荐的这款AI工具可以说是视频编辑方面的专业选手了 比如我有一部热门的影片 除了可以把它转换成多种风格以外 还可以把视频的主角替换掉 新成长的视频还可以支持与原视频纯行同步 即使是动作幅度很大 也能保证在整个影片中角色保持一致,场景一致 先给我点点订阅,马上带你深入了解 在DOMO AI首页可以看到有四个AI工具 Video可以将任何影片包括动画和真人的影片重新创作转换成不同的风格 支持最长30秒的影片转换,而且是支持纯行同步的 再来看看Anime功能 它更新了V2.1版本 可以将晶态图像作为视频的第一帧生成生动的影片 再来看看Gen Generate功能 除了可以输入文本提示词来描述你想要生成的图片 还支持同时提供参考图片 可以说是文本图片结合来生成新的图片 而且非常友好的是它有休闲模式 打开了休闲模式之后 生成图片是免费的,不需要消耗积分 最下面Move功能就更加好玩了 上传参考视频和角色图片 就能让角色按照参考视频动起来 最长支持60秒的视频转换 先来看看视频转换功能 点击Video 可以上传一些经典的片段 比如我这里有一个模型的舞蹈影片 选中影片在左边提示词这里描述一下我的视频 很简单,比如它在跳舞 然后选择AI模型 也就是把视频转换成什么样的风格 我想试一下最新的5.0版本模型 比如这个3D卡通风格 OK,往下拉 设定影片的时长 因为我原始的影片是9秒钟 所以我选择10秒 这里有两个选择 一个是更偏原片 一个是更偏提示词 影片风格转换的话 我一般选择更偏原片 什么时候选择更偏向提示词呢 当你想要改变主角的衣着表情动作 甚至性别或者影片场景的时候 那就先在提示词这里详细描述 然后再选择更偏向提示词 后面我再演示给大家 影片的长宽比选择16比9 跟原始影片是一样的 在高级设置里面 它还支持纯形同步 如果你的原始影片主角有在说话 那就可以打开这个纯形同步 如果你想要免费生成 不消耗积分的话 就需要打开休闲模式 但是影片生成的时间会慢一些 我就把它关掉 最下面我打开了无水印 OK 点击最下面生成按钮 OK 影片生成好了 来看一下 这个3D卡通风格很可爱 跳舞的时候 两只手也没有融合重点 按照我的原始影片 复刻了角色和舞蹈的动作 再来试试难度大一点的 比如把原视频的主角改为一位美女 先要写清楚提示词 穿着背心棕色期间短发的25岁女生 再跳舞 同样选择这个原始影片 左上角点返回 导入过的素材 可以在选择资产里面 直接双击选中 风格改为动漫 这个Anime V6 其他的设置保持不变 因为这个影片它没有说话 所以我把纯形同步关掉 因为我的主角改变了 所以我选择更偏提示词 点击生成 OK 打开看一下 是不是很厉害 影片的角色变成了女生 但是舞蹈动作和运镜都参照了原视频 这个功能可以有很多种玩法 无限的创意 再来是一个纯形同步的 双击把影片上传过来 打开成型同步 让它更偏向原片来生成 生成影片的时长 要跟原始影片基本一致 再来选一个风格 选择黑暗幻想试一下 OK 调整一下提示词 点击生成 这几年的情感 没有时光 哇塞 这个暗黑风格好有感觉 整体背景都风格统一 自动生成了蜡烛 这些暗黑的元素 因为原始影片是6秒 我设定生成的影片是5秒 所以有些话还没说完 试试设定生成一个10秒的影片 看看效果怎么样 OK 生成好了 我们来看一下 这几年的情感 这个时光 真是错误了 这个就更凶了 生成了一个跟原始影片时长 一样的6秒视频 把话都说完了 video这个功能非常适合热门影片 经典片段 舞蹈台词的不同风格创作 那如果你有自己的角色图 也可以通过anime功能 制作角色的动画 还可以使用move功能 让你的角色按照参考视频来运动 舞蹈或者说话等等 来到左边点击anime 在这里我们可以上传图像作为视频的第一帧来制作动画 这两个地方都可以上传我们的图片 我上传一张角色正在做饭的图片 我想用不同难度的动作描述来看看它动画生成的效果怎么样 比如我先生成一个简单的让它自由发挥女生在做饭 模型使用最新的v2.1版本 影片时长5秒钟 影片的长宽比16比9 OK点击生成 OK来看看效果怎么样 还不错 锅正在冒烟 而且会因为角色的动作周围的风向 烟雾会有它的运动 大家可能还不知道 有些其他图片生成影片工具 如果提示词不写清楚烟雾 AI甚至是不会自动生成烟雾的 OK再来一个动作难度大一点的 女生把食物放在桌子上 OK继续点击生成 看一下加大了动作难度的效果怎么样 食物搬出来之后烟雾慢慢的消失了 可以看清食物的样子 感觉是一大锅肉 女生在走动的过程里面呢 衣服和样子也没有变化 还有后面的厨房背景一致性保持的非常好 随着相机往左边移动 AR让我们看到了更加完整的厨房 操作台上放着几盆绿植 墙面挂着厨房用具和一个挂墙式的储物架 而原本右边画面里的茶壶和架子安安静静的待着 图生视频的效果很不错 不过还有一个升级的功能 是可以让图片角色按照参考视频来生成动作的 来到左边点开Move功能 这里我们可以上传两个文件来作为参考 上传角色图片 然后再上传影片作为动作的参考 先把我们的角色图片上传过来 想让我们的角色做什么动作呢 只要上传对应的视频就可以了 两个地方都可以上传 走路这些太简单了 我来一个难度大一点的 比如正在做八段井 大家可以理解为把影片的主角换成我的角色 提示词我们可以描述一下 女生正在锻炼 OK 接下来选择AI模型 先试试看这个V6动漫风格的 OK 往下拉 生成影片的时长也是根据原始影片的时长来设定 OK 点击生成 OK 来看一下它的八段井标不标准 真的很不错 手臂腿部动作很自然 没有融合 背景也是按照了角色图的背景来生成的 以后不单单可以角色一致的情况下做指定动作了 甚至还可以背景一致 我们来换一个风格试试看 日本动漫风格 大家要注意每次生成的时候都需要重新的上传图片和影片 也可以点击这里的退出 已经上传过的图片和影片都在我们的资产里面 点开选择资产 双击影片 再来到上传角色的参考图 双击角色图片 这次我也提高一下动作的难度 锻炼结束 走向镜头 OK 往下拉 可以看到不同的模型支持不一样的高级设置 比如这里的日本动漫就支持纯形同步 因为我刚刚还加了一个动作 走向镜头 所以这次生成影片的时长我选择10秒 OK 点击生成 OK 生成好了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风格我很喜欢 10秒长的影片一致性保持得非常好 后面的背景也没有任何的变化 而且影片的结尾 角色在向镜头走过来的时候 他还在边走边锻炼 对提示词的理解表现得很好 这也是我很惊喜意外的地方了 如果不满意生成的结果 可以点击重新生成 也可以直接下载影片 原始影片里面的人已经换成了我们的角色 并且是按照我们指定的日本动漫风格 生成影片的背景呢 也会按照我们的提示词 比如这个影片 它就不是在路上 而是在一个室内的锻炼场地 还有其他风格 大家都可以尝试一下 怎么样 大家赶紧试试 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成果和看法 未来我也会介绍更多最新的模型 和人工智能新的玩法给到大家 记得点赞订阅 并且点开旁边的小铃铛 这样你就不会错过下一期的精彩 我们很快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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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